人生就如同一场持续不断的挖矿过程 而我们每个人则像一个个矿机 拥有着各自的才能 这便是我们的算力 在这个广袤而充满机遇的世界里 每一个目标的达成就像挖到了一个区块 从中获取到相应的奖励 然而这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需要不断的折腾和努力 就像持续不断的挖矿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 拥有更高的算力 意味着能够提高挖到区块的概率 从而获得更多的奖励 然而也不能忽视运气的因素 有时候即使算力再高 也可能碰到挖不到区块的情况 这就好比生活中的种种变数 有时候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收获却未必与之相称 有些人选择通过打工的方式加入公司 获得稳定的工资 就像参与了一个矿池 在这个大家一起挖矿的过程中 共同分担风险 共享成果 而另一些人则选择独自创业 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 就像solo挖矿一样 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和风险 但也可能获得更大的回报 随着人类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 就像挖矿的难度不断上升 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算力 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才能 这意味着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成长 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挑战 当一个人通过不懈的奋斗 积累了足够的财富 实现了财富自由 便可以将挖矿的方式 由POW挖矿转为POS挖矿 这意味着它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资产 进行质押 从而获得更多的回报 实现资产的自我增值 为自己的未来奠定更为稳固的基础 因此 人生就是一场持续不断地挖矿之旅 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算力 不断追求目标 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 获得更多的奖励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感谢观看